唉 受到社學藥 賴清德是醫生啊 怎麼完全默示了 婦女人 如何一視同仁的看待他們呢 所以我提出了 到GTT8% 就是要用醫療健保做好 不是在我們的 整個健保額度去付 要公務預算 來特別支持 這樣才是對的 賴清德 從以前勞計法到現在的 依父同仁 和面對的處理 都是所謂的功德說啦 其實我們 不要賴清德老是做功德 我們要做公平的台灣 這才對啦 不斷 不斷 我們可以做公平的資料 可以做公平的資料 可以做公平的資料 可以試圖 進去的